你们可以用自己的拳头杀死自己的朋友 难道这就是真正的舞者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专注者闲着爱跑题的不撕尿清旋 1990年5月 双杰龙系列第三部作品的阶级版 双杰龙3 罗赛塔石碑在北美率先上市 虽然刚上市时 阶级版双杰龙3在各个市场上 取得了还算不错的成绩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玩家们对这部作品的评价也开始逐渐走低 毕竟这部作品的质量 说是系列垫底也不为过 而且最先上市的美版 因为搭载了一个超越时代的内构系统 导致它的口碑更加糟糕 玩家对于这个需要额外投币 才能购买升级与补给的内构系统 提出的负面反馈实在太多 所以在稍晚推出的其他地区的版本里 这个先进的内构系统 干脆就被直接删除了 稍微客气一点的玩家 评价它是整个系列中 风格最独特的一部 而不客气的直接将其称为异端 游戏上市初期的短暂火爆 完全是因为欧美玩家群体 对beat them up 这个类型一呼寻常的热爱 而造成的 虽然阶级版的口碑逐渐崩坏 但双杰龙的招牌 并没有彻底倒掉 如今老玩家们聊到双杰龙3 更多的是在讨论1991年2月发售的FC版 FC版双杰龙3 至于阶级版其实并不是遗址关系 严格来说 他们二者是使用了同一标题 与剧情框架 并行开发的两部游戏 由Technos自己开发的FC版 才算是根正描红的续作 而之前那部由东部科技代工的阶级版 本质上就是个挥舞的大镰刀 或许是担心阶级版先前造成的负面评价 会影响到FC版的销售 负责美版发行工作的Arcadine 在FC版本地化处理时 直接为游戏改了个标题 将原本的罗赛塔石碑改为了圣石 同时他们还修改了游戏的故事剧情 希望能更明确的向玩家传递 阶级版与FC版双截龙3 是两款不同的游戏这一信息 可惜的是 虽然他们确实不是同一款游戏 而且已经改了副标题 但Arcadine大概还是低估了阶级版造成的影响 或者高估了FC版的能量 双截龙3最终在北美的销量 远没有达到Arcadine的预期 1997年5月出版的电子游戏月刊杂志 读者来信问答栏目中 负责栏目的编辑透露了一个信息 虽然在上市当月 双截龙3曾一度达到了 全美游戏销量排行榜的第七名 但Arcadine的仓库中 最后依然囤有50万张 双截龙3卡带没有售出 双截龙3的商业势力标志着 这个一度辉煌的IP 就此进入了一个下滑期 而Technos的灵魂人物 缔造了热血与双截龙两个经典系列的 暗本良久 在FC版开发结束后 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 SFC流氓大作战 以及热血系列星座的制作上 虽然一直以来的制作人 彼时已无暇顾及双截龙系列 但就Technos公司来说 这个IP的剩余价值 显然没有被彻底挖掘 Technos当时把街机三部曲 MD移植版的版权 分别授予了三家不同的公司 并让他们自己去解决 移植版的开发工作 而Technos自己除了收钱 完全没有参与MD版的制作 同时在公司内部 他们又成立了一个 由资历较薪的员工为主力的开发团 并尤其负责制作一款 面向SFC的新双截龙游戏 也就是今天视频的主角 这款游戏的日版标题 叫做双截龙归来乌龙觉醒 而海外版的标题 相对日版来说要简单粗暴不少 就如同时期很多登陆SFC的经典游戏一样 直接就使用原IP名 加一个Super 叫超级双截龙 虽然在开发团队中 大部分成员 甚至两位负责企划工作的 都是资历上浅的新人 不过Technos倒也没有彻底的放飞自我 在开发团队中也有几位 曾参与过三部曲的元老 比如负责美术的续方校制 负责程序的复原原景 西村成效 以及BGM的作曲 山根一秧 而作为一款动作游戏 最重要的动作设计工作 除了由单任企划的 海老爪综述负责外 续方校制与西村成效 两位从初代开始 便一直跟随该系列的老员工 也参与了这项重要的工作 而新老员工的合作 也保证了双截龙归来 动作部分最终呈现的品质 既有创新的同时 又没有失掉这个系列 一直以来的硬派特色 三年前的快打旋风 能够上市便大获成功 一个重要因素是 卡普空将早前BGM Up 一直使用的 拳脚分开的攻击系统 进行了合理的整合 并且简化了 连续招式的发动条件 这么做成功的 让更多的普通玩家 能够轻松的摸到游戏的入门门槛 而之后的一些同类游戏 在这个基础上 有些慢慢开始朝着花哨的方向去了 相比之下 双截龙归来的动作设计 可能就显得有些朴实 Technos系动作游戏 基础战斗系统的设计 一直还是保持着两个攻击按键 分别负责控制拳脚攻击 然后通过不同的攻击节奏 和位置关系等要素的结合 这套朴实的系统却可以在本作中实现总共25种攻击招式 而这25种攻击招式里 除了龙尾旋风腿外 几乎所有动作都是理论上 现实中人类能做出的动作 本作整体的游戏节奏比较慢 对于不同的玩家来说肯定有不一样的感受 对于喜欢快节奏战斗的玩家 双节龙归来的悠闲 可能会让人觉得有些不适 不过我个人倒是觉得 由于本作延续了很多Technos的传统理念 相对慢点的战斗节奏 其实更有利于玩家 特别是新手玩家 毕竟Technos游戏战斗系统的理念 不是靠自动连招快速解决战斗的模式 想要更高效的进行战斗 需要玩家自己合理的安排整个攻击的流程 包括拳脚的选择 后续动作的衔接甚至是攻击的频率 在半一系列自开创了来一贯优秀的打击感 它的爽快感与那些注重华丽招式的游戏 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 而在这种缓慢节奏中初上手的玩家 也能更从容的规划自己的每一步行动 除了继承系统之外 双节龙归来也有一些首创内容 在之前的双节龙游戏中 比利与吉米两位主要角色的区别 仅仅是服装的颜色 到了超级双节龙中 两个人的造型终于不再局限于服装颜色 比利依然是经典的红发蓝衣 不过吉米的发色则变成了金色 除了造型略有不同 兄弟二人的攻击性能 和部分动作的实际展现 也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差异 仅从系统的丰富程度来说 双节龙归来已经算做到了系列的一次小高峰 但在诸多新加入的动作中 对于本作来说最重要的 其实是一个格档动作 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防御机制 如果格档发动的时机恰当 不仅可以拦下部分敌人的攻击 还可以顺势抓住敌人的手腕 然后再衍生出一系列的反击动作 不过像BOSS这种精英级别的敌人 对其施展格档抓取的话 有可能会遭到挣脱 有一些还会对玩家发动反击 而部分精英敌人甚至会反过来 对玩家施展格档反击 敌人的走位设计也不是一味的直直进攻 当玩家试图靠近敌人时 很多敌人会适当的调整位置 避免与玩家的距离过近 而遭到突然的袭击 当有多名敌人同时出现时 他们甚至会机智的慢慢对玩家的角色 形成左右包夹的态势 日版游戏三个难度的区分非常明显 游戏难度的提升不仅仅是通过 简单的增加敌人的攻击强度和进攻意识 一些在低难度中比较实用的战斗技巧 在高难度下会随着敌人行动方式 与攻击判定范围的改变而失效 所以玩家必须重新思考新的战斗策略 才能从容的应对更高难度的挑战 以上的这些设计叠加 不仅增加了战斗的趣味性 同时还确保了游戏的难度平衡 让双截龙回归保持了系列的硬派特色 让玩家感觉玩起来很爽 但又不是那种无脑的爽 总体来说双截龙归来的质量 是配得上双截龙这个IP 多年来积攒的口碑的 但玩家在感受它诸多闪光点的同时 也能很明确的看到 这部作品中有大量无法被掩盖的缺点 因为它本质上 其实是一部令人遗憾的半成品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 是在它的开发过程中 经历了多次的时间压缩 开发人员们最终不得不砍掉了 大量原本构想中的内容 让这款游戏草草上吃 双截龙归来作为一款SFC游戏 它的画面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短板 不用与其他公司的作品比较 同年同社的SFC流氓大混战 画面质量也要比它明显高那么一点点 而且除了画面粗糙 玩家还能察觉到很多关卡设计要素 以及演出效果也被删除了 在游戏里大部分场景的切换 是直接由简单突兀的黑屏实现的 正常情况下 这些场景间的切换 最少会制作一些进出和开关门的效果 其次 敌人的类型很少 整个游戏中 低级杂兵只有三种 高级杂兵仅有一种 为了弥补杂兵数量的稀缺 多个前期关卡的Boss 在游戏中后期被直接当作高级杂兵来使用 这使得整个游戏的战斗过程 除了场景改变 缺乏明显的变化 特别是到游戏后期 敌人的血量开始增加 但战斗体验并不改变 这个缺点就变得更加明显 可以说 敌人种类的匮乏 多少是浪费了设计丰满的战斗系统 第三个问题 是能量槽积累一般的存在 在角色雪条下方 有一个红色的能量槽 在游戏过程中 未持有任何道具 并且没有进行任何攻击动作的同时 按住尖键的话 就可以慢慢积蓄能量 当蓄能未过半发动攻击的话 拳脚攻击会分别变成 比普通攻击强度稍高的 转身摆拳或飞踢 这两种攻击方式 因为发动基本无需成本 而且还能对敌人 直接造成眩晕或踢飞效果 所以实用性还算不错 而当蓄能过半但未满时 无论是发动拳还是脚 接下来的攻击都会变成系列标志性的 龙尾旋风腿 但是因为积蓄能量较慢 而且在整个过程中 除了移动不能有任何其他动作 旋风腿的发动成本变得很高 实用性自然也大打折扣 当蓄能全满 角色则会自动进入狂暴状态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 双龙的所有攻击 攻击力会上升 而且无论使用什么攻击方式 对敌人都有一击击飞倒地的效果 不过狂暴状态看似很给力 但实际的战斗效果其实并不十分理想 虽然能一拳将敌人击倒 但是并不是将他们直接击败 而且因为会将敌人击飞一段距离 所以击中敌人一次后 无法迅速对同一敌人再次发起攻击 单位时间内狂暴一拳对敌人造成的伤害 其实还不如给他们一套连招实在 除了摆拳与飞梯外 能量槽的使用方式简单粗暴 但又实用性不高 这个机制变得十分鸡肋 玩家在游戏过程中 完全可以不使用到该机制就能顺利通关 这就让它成为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 个人推测在原本的规划中 能量槽的作用和使用方式 可能更加的复杂和高效 最初的战斗系统核心 甚至有可能是围绕着能量槽来设计的 比如利用普通攻击来积蓄能量 然后再消耗能量释放特殊攻击 而特殊攻击的类型自然也不可能仅有旋风腿和狂暴两种 相较半成品的双截龙贵来 海外版的超级双截龙 那就是半成品的阉割版 取消了部分的攻击招式 飞刀反弹等动作无法触发 而且在削弱玩家能力的同时 又对敌人的配置和血量进行了加强 通过这种方式抬高了游戏的整体难度 而标题菜单中的设定选项也被直接移除 这就让海外玩家不可能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相适应的难度 2018年 Recentral作为代理面向欧美市场 重新发售了日版游戏的SFC卡带 弥补了海外玩家当年无法体验到完整游戏的遗憾 如果说系统方面的删减开发人员 还是尽量做到了 在确保大部分游戏体验 不说破坏的前提下 对重点系统最大限度的保留 那么本作的剧情则可以说是被直接一锅端了 在成品版游戏中 只有一段非常简短的背景故事简介 1999某年 在已经成为犯罪都市的一条街道上 有一座规模很小的武术道场 经营道场的是一对年轻的双胞胎兄弟 比利利和吉米里 他们分别是北派双截拳与南派双截拳的宗师 二人在这座道场向人们传授双截拳 虽然道场的规模不大 但是名气却不小 在诸多弟子之中 有一位名叫玛利安凯利的女警 她是本城警局中唯一的女性嫉妒官 目前她正在调查城里的某个犯罪组织 某一天她留下了一句 我要去调查暗淫武士后 便匆匆的离开了道场 之后她的身影便消失在了城市中 几天后一封神秘的信件 送到了李师兄弟手中 信中写着 如果想救玛利安就把道场让给我们 让我的手下将它变为杜克道场的分布 而这封信的落款 则是玛利安失踪前提到的暗淫武士 吉米与比利为了救出玛利安 决定展开一趟冒险 以上这段是映在游戏说明书中的背景故事 而游戏本体之中 完全没有包含任何一点的剧情要素 就连背景故事里 遭到绑架的玛利安 也完全没有出现在游戏中 他在本作中唯一的一次亮相 就是在说明书里 游戏中剧情内容的缺失 给人的感觉就像是 为了让双龙有个出门打架的理由 随口一边一样 简直草率到了极点 虽然说动作游戏的剧情不是重点 但从FC版双截龙2开始 游戏的故事就已经做得非常详细了 可登陆次世代平台的双截龙 归来在这一方面居然向后退了一大步 属实是有些不应该的 在游戏企划阶段 开发人员们其实为游戏撰写了 一个相对完整的剧情 这些剧情内容计划的展现方式 是类似FC版2代和3代那样 由文本加上人物特写或定格图片 而这些内容也同样因为开发实践的不断压缩 最终被完全舍弃 2004年负责本作策划的海老爪棕树 将他原本撰写的部分剧情以文字的方式 提供给了11区游戏网站Game Commander 自此玩家们才终于了解到了双截龙归来原本的故事 在这篇文章中 海老爪棕树还直白的表示 马利安的警察身份设定 其实是他参考了当时还处于制作阶段 没有对外公布的双截龙动画的设定 下面我将会结合海老爪棕树提供的信息 与游戏的内容和大家一起回顾在这款游戏中 并不存在的故事 故事的开始与说明书中所描述的内容就有一些差异 身为警察的马利安正在针对暗影武士这个神秘组织进行调查 马利安手中掌握的证据表明 该组织与双截拳道场最近发生的多起学徒失踪事件有着密切的关联 而作为道场的导师 比利与吉米担心马利安在调查时会遇到危险 所以他们决定出门去找他 第一关的战斗发生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里 在赌场顶楼遇到的BOSS史蒂夫是一位西装革履擅长TG的武术家 第二关的第二个场景相比原企画变动较大 在原企画中位于安全围栏前的传送带会以不规则的速度自动进行左右平移 角色站在传送带上如果不慎被带到左右两端区域就会发生掉落 直接被判定为死亡 但实际游戏中这个机制被取消 这个场景也就变成了一个单纯的绕路下楼梯的过程 第三个场景是在一架即将起飞的飞机旁 玩家会遇到本作的第二位BOSS杰克逊 他是曾经获得过重量级冠军的拳击手 在原企画中飞机边上应该要设置一个楼梯 在打败BOSS后主角会从楼梯登上飞机 然后飞机再起飞 但在成品游戏里这个登机环节也被删除了 当玩家击败杰克逊后飞机就会直接起飞 很多玩家看到这个场景会自然而然的觉得 主角们并没有乘上这趟航班 虽然游戏里没有展现登机过程 但双龙兄弟确实乘坐这趟航班来到了他们的下一个目的地洛杉矶 并造访了唐人街上一座三层的小塔 这座塔顶有两位武师正等待着双龙兄弟的到来 他们自称是唐人街的双龙 实际游戏中并没有展示过这两位角色名字的汉字写法 不过根据读音和剧情可以推测出他们的名字 应该分别是成龙虎与成龙镖 根据原始设定 身着黄衣的成龙虎更擅长颓发 穿红衣的成龙镖比较擅长拳发 不过这个差别在游戏里并没有展现出来 解决了唐人街双龙后 比利和吉米会跳上楼下的一辆卡车顶部 继续之后的战斗 在原企划中 其实马利安本应在这座塔中现身 在此之前他其实并没有遭到绑架 他也是循着敌人的踪迹来到此地 不过他先一步发现了爱宁武师头目的踪迹 所以独自驾驶警车前去追赶 而遭到成龙虎与成龙镖拦截的比利和吉米 则只能在稍后跳上卡车去追赶马利安 第四关卡车会开上金门大桥 离开大桥后卡车会撞上一堵结实的墙壁停下 从卡车上下来后 比利与吉米见到了暗影武师的老大杜克 但他与他的几位手下看到双龙后扭头就走 只留下了为叫麦奎尔的壮汉和几位杂兵来对付双龙 在启发案中 这里其实是有一段剧情的 当卡车撞墙停下后 比利与吉米看到一群人 正准备将马利安从警车上拖下强行带走 而他们中领头的杜克对双龙兄弟来说并不是陌生人 比利会对杜克说 杜克我是比利 我们儿时曾一起生活过 但杜克只会冷冷的回应他 以前的事我都不记得了 这个女人和你们都发现了太多不应该知道的东西 现在你们都不能活着回去 说吧杜克会与几位重要头目带着马利安从贫民窟撤退 只留下麦奎尔与一众杂兵阻挡比利与吉米 狡猾的麦奎尔在过了几招后也会先溜走 剩余敌人中带头的是一个叫杰夫的人 这个高级杂兵在之前的关卡中也出现过几次 游戏中他的精灵图就是比利的幻色版 其实杰夫这位角色在阶级版的初代双杰龙中 就作为第二关的boss登场亮相过 到了阶级版双杰龙二中 他则作为第三关与第四关的高级杂兵出场 不过在FC版里 他的所有戏份都被其他角色给替换掉了 所以在本作之前 杰夫从未在家用机版双杰龙游戏里正式出场过 在阶级版双杰龙的设定中 杰夫只是威力的一名手下并没有太多特殊之处 但在海老爪的企划案中 他同杜克一样曾是双杰龙兄弟的好友 也一起练习过双杰拳 所以他在游戏中使用的招式与双龙一样都是双杰拳 甚至他也会发动旋风退 不过如今他的身份是暗影武势力 负责管理夏季杂兵的一个小头目 击败杰夫后 两人追进了贫民窟赶上了刚刚跑路的麦奎尔 击败他后 双龙会寻找暗影武势的踪迹进入森林 在道路的尽头 两人会踏上一座木质吊桥 在原本的企划中 当角色到达吊桥中央位置时 吊桥会发生断裂损坏 双龙会掉入桥下的河流 之后他们顺着河流找到了一条瀑布 并看到瀑布后面有一扇隐藏的大门 那里便是暗影武势藏身之处的入口 而本关的Boss身材高大的卡勒姆 则会从门中走出来阻拦双龙 在最终的游戏里 这个关卡的Boss战被提前到了吊桥上 之后的河流环节自然也就被删除了 击败了卡勒姆 双龙会进入这个神秘洞窟 关卡中段的石板移动场景 原本的设计是无论敌我双方所有角色 如果超出石板两侧区域就会发生掉落 但游戏里石板的两侧被装上了隐形墙壁 无论是玩家还是敌人都不会掉下去丧命 而当石板到达顶层的战斗结束后 原企划的内容是玩家必须从场景上方正中的一扇门进入 才能到达接下来的大厅场景 如果从两侧走的话 便会触发神秘的传送装置 让双龙回到关卡的起始位置重新来过 游戏的最后一个场景是在一个大厅中 逐个击败之前的Boss 然后再与杜克对决 打开杜克之后游戏就会毫无征兆的直接结束 但在企划书里 最终Boss战的流程以及最后的剧情要比成品游戏精彩不少 双龙进入大厅后会先与杜克进行战斗 胜利后双龙救出了玛丽安 但就在大家觉得一切都结束时 一个充满邪恶气息的影子会从杜克的身体中跳出来 并向另一扇门逃出去 于是比利与吉米将昏迷的杜克交给玛丽安照顾 而他们两人则继续伸入门内去追击刚刚离去的血影 之后的流程会先经过一段长长的走廊 在街条走廊中出现的敌人都是之前遭遇过的各种敌人的血影 到达走廊的尽头 两人会进入一个正在燃烧的房间 与杜克的血影展开最后决斗 而在战斗的过程中 血影会不断的分裂出新的分身来逐渐增加战斗的难度 在击败血影之后 血影会威胁双龙兄弟说 如果你们消灭我的话 那杜克的生命也会随之结束 还是说你们可以用自己的拳头杀死自己的朋友 难道这就是真正的武者吗 但是比利会果断的反驳他 如果我们不彻底消灭你 那杜克就会再次犯下相同的错误 之后杜克的血影消失在了火海中 就在血影消散的瞬间 杜克的灵魂在虚空里 开始向比利和吉米说话 他已经无法在充满烦恼与杀戮的世界里 控制自己的欲望 很感谢双龙在他彻底陷入黑暗世界前 阻止了他的堕落 他永远不会忘记 曾经与双龙一起经历过的一切 就在比利与吉米耳边的声音刚刚消失时 在走廊另一头马耶安身边的杜克 面容平静的停止了呼吸 最后的结局画面 双龙会在杜克的墓碑前 向年少时的挚友 行抱拳礼做最后的道别 纯净在过往胡役中的比利 脸颊上滑落了一滴泪水 海拉爪在文章中还提到 其实在最初的企划阶段 他原本是计划将杜克这个角色 设计成与比利和吉米一样 拥有两个形象的双生子 杜克兄弟与李氏兄弟 不仅是二手玩伴 同时还是修行双结拳的同盟 是双结拳门下的另一个双龙 而最终战斗也会成为双龙与双龙的对决 但随着企划工作的推进 这个构思里的部分内容 就被分解到了唐人街双龙和杰夫的身上 而到了游戏的开发阶段 这些内容也随着开发时间的压缩 没有得到完整的展现 除了部分的原始剧情与关卡设计 海老爪还向Game Commander 提供了部分没有被采用的BGM 以及一些被舍弃的美术素材 对于双结龙回归的剧情内容被删减 海老爪应该是有些小情绪的 据说多年后当他参与双结龙Advanced开发时 曾表示无论如何 这次都要把完整呈现游戏剧情放在第一位 除此之外 在双结龙Advanced这部以初代阶级版为基础 制作的游戏中 之所以会加入原本不属于初代的唐人街与卡车关卡 除了是要丰富游戏的内容 其实也是海老爪的一次自我致敬 不过再怎么自我致敬 双结龙Advanced毕竟是初代双结龙的重制 游戏的最终boss肯定还得是大家熟悉的威力 而不能变成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的杜克 如果双结龙归来严格按照企划案的内容来制作的话 杜克本有可能成为所有双结龙游戏中最富戏剧性的主要反派 可惜因为失去了剧情对角色的塑造效果 使得双结龙归来不仅仅是杜克 而是除了两位主角以外 所有角色的存在感都大幅下降 杜克作为一个最终boss相较三部曲的威力幻影权和克里奥佩特拉 几乎没有给人留下任何影响 双结龙归来是Technos自己开发的最后一款BGMUP类双结龙游戏 1994年一款名为双结龙5暗影降临的FTG发售 但是这款游戏除了IP之外可以说与Technos毫无关系 它是由曾经代理过部分双结龙游戏北美发行的贸易西部的子公司独立开发的作品 而游戏的内容完全基于1993年开播的双结龙动画 副标题甚至直接就套用了动画的第一集标题 这部作品剧情上既与FC3部曲无关 也与双结龙归来无关 而1995年的Neo Geo版双结龙 则是Technos以1994年上映的双结龙电影为基础 开发的一款FTG Neo Geo双结龙既是Technos制作的第一款FTG 也是他们最后的一部双结龙 在游戏上市不久之后 Technos便官张大吉 虽然杜克的名字曾出现在了这部Neo Geo双结龙中 但这里出现的杜克完全就是一位除名字外 无论是造型还是人物设定都不同的另一个人 所以严格来说直到视频发布时为止 杜克这个曾被海老爪寄予厚望的角色 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后来的双结龙游戏里 不过几天之后即将上市的系列新作 双结龙外传双龙出海中 杜克终于再次归来 虽然这次他的人物设定依然与双结龙归来不太一样 但至少回归到了他的那个经典造型 而他所领导的帮派也由万金游一样的暗影武士 变成了更符合他名字字面意思 公爵或爵爷的皇族帮 除了爵爷在首次登场间隔31年后的回归 马利安在接步新的双结龙外传里 也会继承双结龙归来中曾被赋予的警察身份 他将不再是动不动就遭到绑架 然后只能等待双龙解救的弱女子 而是会带上手枪地雷火箭筒 亲自上门告诉盘踞纽约的大小黑帮们 时代变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击三连并关注我 你的简单肯定与支持对于我 都有重要的一座新UP 我会继续努力带来更好的内容 如果你对本期视频有自己的见解或意见 请务必在下方留言或弹幕告诉我 谢谢观看 下期再见